在場的台中的各位鄉親 各位好朋友 大家好 侯市長 總統參選人 朱主席 盧市長 還有我們台中各位議員 各位輔選幹部 各位好朋友 還有江委員 好幾位立法委員都在這裡 我向大家再一次 懇求 懇托 1月13號 大家用最寶貴的選票 總統投誰 3號 侯友宜 立委投給我們國民黨提名的立委好不好 好 這一路走來只剩下4天了 非常非常的關鍵 尤其到最後的時刻 我們常常講啊 行百里路 半九十 走到九十一百里 九十里才是一半而已 所以到最後 不管各位之前多麼努力 幫我們拉票 吹票 但是最後這四天才是最關鍵的 每一個人 拉十票 拉百票 然後呢每一個人請這十個人 百個人再去拉十票 拉百票 好不好 好 好 這真的是非常關鍵的時刻 我最近呢 我跟友宜兄都在車掃 然後呢有的時候在遊街 看夜市 比如昨天晚上 我就到台北最繁榮的通話夜市 看到很多鐵門是拉下來的 雖然昨天人算是多了 但是有些還是拉下來的 今天從中午在台中 下午在南投 也看到很多店 尤其南投 南投是觀光大線啊 南投很多店鐵門也拉下來了 各位 為什麼 民進黨告訴我們說經濟好得不得了啊 為什麼我們的感覺 我們的看法 我們親身的感受是不一樣的呢 為什麼 就是因為民進黨已經離開人民太遠了 聽不見人民的聲音太久了 他看不到基層 看不到all type的人民 看不到辛苦工作的人民 看不到生活非常困難的人民 所以各位好朋友 1月13號 我們用選票 給民進黨一點顏色看看好不好 我特別要講兩點啊 因為今天你不要光都罵人啊 講講我們好的地方 侯友宜市長 前兩天提出一個非常重要的政見 台灣的大學生有多少大家知道嗎 大學生加上碩士生加上博士生 110萬 110萬 侯市長鄭重的宣布 我們當選以後 除了那個最有錢的家庭環境最好的10萬以外 100萬的大學生 100萬的碩士生博士生 不管你是公立私立 學費全免 謝謝侯康 讚 這件事情多麼重要 多麼重要 也就是說侯市長 他的政見 0到6歲國家養 7到12歲國家雇 不但如此 將來連不管你公立私立大學 你的學費政府都幫你出 年輕朋友說我們不了解他 我們不了解嗎 我們很了解 我們不管提出來的1500萬的房子 1500以下的房子 頭期款免 不管侯市長提出來的公立大學學費 100萬的學生 通通免 而且還有很多很多的重要的福利 老農年金 侯市長答應給1萬塊一個月 我到農村去講 南投啊很多地方 大家都 農民都非常高興 非常歡迎 各位 這是我們真正的 希望帶給基層民眾的 希望帶給我們窮苦大眾的 一點點的社會福利 這是我們政府該做的對不對 我的父親前兩年肺腺癌過世 我的母親肺腺癌過世 我在醫院看他們 那些護理人員工作非常的辛苦 台灣有護理人員有證照的有30萬 現在真正在做護理工作的只有18萬 19萬 都不做啦 因為太苦了 薪水太少了 所以侯友宜跟我答應 我們當選以後 三個月 給我們三個月的時間 我們讓18萬的區域醫院以上的護 12萬區域醫院以上的護理人員 每個月給他1萬塊好不好 好 挺好康 五好康 其實1萬塊啊 微不足道啦 香港的護士護理人員比我們多3 4倍 新加坡比我們的也是多2 3倍 日本 美國都比我們多很多 我們如果說真的是一個重視人道 重視人權 重視社會正義的國家 不應該去科科這些護理人員對不對 對 醫生也是一樣啊 多麼辛苦讀醫學院啊 讀7年 還要做實習醫生 還要做住院醫生 然後總住院醫生 才能當主治醫生 然後健保點數 一點就給他1塊嘛 一點給什麼0.8元 0.85元 這樣就苛刻這些醫生 有沒有道理 所以侯友宜跟我也同意 也答應 將來我們會逐步 那不可能一次達到 逐步達到一點就給1塊好不好 好 這下喔 醫生們 偏綠的醫生緊張啦 說哇這醫生會垮耶 醫生都原來偏綠的醫生 你們現在都要轉往頭欄了 然後今天賴清德也改變講法了 衛生部 那個衛福部長也改變講法了 他們說我們也要改 我們也要改 奇怪咧 你們執政了8年為什麼不改啊 為什麼等到侯友宜 趙康提出來以後 你看票要跑了 鐵票要跑去啊 才改啊 所以各位好朋友 當然他們願意改 我們也樂觀其成啦 醫生護士待遇好一點 我們也樂觀其成啦 但是 這就是民進黨 民進黨聽不到人民的聲音 聽不到基層的聲音 完全自己意義孤行 權力使人腐化 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腐化 各位好朋友 我在基隆出生 大家知道 賴清德說他小時候多苦多苦 我媽媽懷著我 到台灣來在海上遇到颱風 遇到船難 我們整個船 我們全家東西通通丟光光 我們上岸的時候 全家只剩下一個東西 知道是什麼嗎 洗臉盆 為什麼洗臉盆 要把船上的水往海裡咬 什麼東西都沒有 我媽媽好不容易在奇山 有一個人家勉強收留我們母子 那時候我在基隆出生以後 不收我們的房租 我到現在一直感激 媽媽一直跟我講 你要去找到那家 要報答他 後來找不到了 我托王金平 托這個林育芳找都沒找到 因為搬家了 但是我一直感激 我生在台灣 長在台灣 在台灣受教育 吃台灣米 喝台灣水 我一輩子都為台灣奉獻 不管我做台北市議員 做立法委員 做環保署長 做媒體工作 都是為台灣在奉獻 民進黨到最後沒有補 說我們什麼親中賣台等等 只會抹紅 各位 這補不好對不對 對 我真的 剛剛我們看到侯友宜市長宣誓 我也跟各位保證 我們這一輩子就是為台灣 身為台灣人 死為台灣鬼 將來仗也要仗在台灣 對不對 對 所以民進黨不要想要抹紅我們 我們做的事情 我們今天做的事情 都是希望為下一代 打造一個和平的環境 只有一個和平的環境 經濟才能夠穩定的發展 如果大家擔心台灣會打仗 如果擔心台灣的前途不穩定 哪個資本願意跑進來啊 不要說外國的資本不進來 台灣的資本也跑掉了 年輕人會有前途嗎 我們的工業 我們的商業 我們的高科技 會有前途嗎 所以各位好朋友 萬事莫如和平重要 今天做台灣 做台灣的領導人 做中華民國的總統 如果不能讓大家顧和平 有和平 就不配做我們的領導人 不配做我們的總統 所以這個禮拜六 剩下四天了 這個選舉非常非常的重要 這個選舉決定了我們台灣 未來到底要戰爭還是要和平 政治到底是要清廉還是貪腐 我們的子孫 我們的孩子 到底是要能夠在安穩的環境下發展 還是送到戰場去送死 各位 你不要以為和平很容易 你不要以為戰爭離我們很遠 我們看看烏克蘭打到現在快兩年了 還在打 死了幾十萬人百萬人 一千萬的難民流離失所 大家好像已經忘了烏克蘭 以色列加薩走廊 到現在為止還在打 大家以為好像沒有新聞了 不打啦 不是啊 以色列還在轟炸 各位兩岸如果打起來 台灣如果有戰爭 戰場在哪裡 戰場在我們台灣嘛 今天國防部我看還發一個新聞啊 說將來沒有什麼前方後方 到處都是戰場 如果打起來 各位好朋友 為了我們的前途 為了我們的和平 為了我們的子孫 1月13號這張選票 這張選票 拜託大家 總統投給3號 侯康好不好 好 立委投給我們 國民黨提名的立委候選人 好不好 好 政黨票投給9號 國民黨好不好 好 我們希望在1月13號 我們用我們的選票 達到民進黨常常講的 瓦狼瓦洞這塊買 以前他們說 國民黨不好 國民黨不倒 台灣不會好 我們今天要說 民進黨不倒 台灣不會好 好 大家跟我唸一遍 民進黨不倒 台灣不會好 民進黨不倒 台灣不會好 只有國民黨 只有國民黨執政 才會帶給台灣繁榮 帶給台灣安全 帶給台灣安定 帶給台灣和平 謝謝大家 拜託大家 謝謝 趙孝康 動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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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帥 趙孝康 動帥 太陽星全校客費有一身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一身菌 才讓我認識到 克菲爾一身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一身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道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一身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一身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班 我們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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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